中美杠上 没人要退让 上个礼拜 中国知名利益分子 盲人律师陈光诚 从被软禁的家中 讨了出来 陈光诚还神通广大的 从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 一路逃到北京 他躲到美国大使馆里 就在美国国务卿 希拉蕊计划放充之际 所以欧巴马说 他 那我们干脆摆烂破产 然后卖先进的F-16战机 给台湾 中国果然超火大 这项决议可以大幅提升 欧巴马选战营念 因制造F-16的佛州 和二孩二州 可增加共16000个工作机会 的确 上次美国卖F-16给台湾 也是在大选期间 但这些老旧F-16战机 现在已被中国最新战机 迎头赶上 这项决议只是选举奥部吗 或是 这是表示美国还在乎 台湾民主的象征呢 留言告诉我们 你的想法吧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